晋商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生骨和银骨结合 生骨为大的制度 这个制度似乎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但是它应该离我们很近 在晋商那个时代 中国没有上市公司 也没有商学院 也没有这么多战略执行力细节的理论 但是晋商中间延续百年的企业却非常的多 最典型的晋商企业叫大胜奎 这个公司在康熙初年建立 它延续了三百年 为什么晋商这个企业能延续三百年呢 它的道理何在呢 按我们的总结那是制度原因 是因为有一个成型的制度支撑着这样的企业 走了这么多年 东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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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嘞 晋商新盛的时候 中国从未有过上市公司 但他们合理的激励制度和治理结构 却保持几百年的昌盛 这是今天大量无法上市的家族企业 应该认真学习和思考 你也要伺候 你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东江我对不住您 谁委屈你了这是 我 有话直说 没什么 我就是想走 我准了 清掌走人吧 谢谢东家 东家 马逊要词号你就准了 长官说我不该多准啊 可巧了 我昨天看了电规 伙计要词号 东家说了可不算啊 那得各大掌柜和股东说了才算呢 孙先生 东家都准了我了 您 哎呦 对对对 不是东家 是这样 我打算在包头商界和咱们父子号内部呢 重立商规 但是我刚刚就自个就差点有章不寻 你的事啊 我得跟各位掌柜的商量完了才能决定 所以你别着急 东家 你就等我的消息 好吗 我就不送你了 不送你了 唉 你就说我那搁了那么一大落词号信呢 我看就没有一个真正想走的 都是口是心非 你说就他们 能干嘛呀 啊 哎 东家能想到这一步 那就对了 马学 可跟他们不一样 我就纳了闷了 你说我们父子号 从我爷爷那边开始 不敢 就不敢对掌柜的和伙计们不好 为什么现在这些能干的呢 拼命要走 不能干的都挖空心思想留下 别人我不知道 就马学 那我可听说话 全包头这钱庄的大掌柜 都瞧着咱们父子号眼红 都要挖他走呢 唉 我也觉得这小子不错 我们得想个法子 把他留下 坐吧 哎 啊 东家面前 哪儿伙计的作为 你这话说的 我请你们俩喝酒 你们俩站着 我坐着 这酒怎么喝 那也不行 这是店里的规矩 掌柜们吃饭 伙计们都得站着 行 今儿这条就没了 走走 那马学先告罪了 你看看人家多有规矩 你看看你 那个今天请马学喝酒 总有点理由吧 无功不受禄 一说出来了 我这酒喝得太顺 你说吧 我要怎么做 你才能不走 东家请马学喝酒 就为了这个吧 你还非走不可了 嗯 要是我就不让你走 非把你留下呢 你光说啊 吃菜 吃菜 东家 外不都传您是宅心人后 您不会这样强留马群的 要如果我要是强留你怎么办 那不行 东家 您不能这么办 您怎么办 那马群就惨了 你先坐下 你先坐下 坐下 坐下 怎么一说留你根 要杀你似的 不是 你这样 你今天啊 你跟我说出个道理 你要能说服我 我就让你走 要不然你还真走不成 成 那我就说出来 反正再生窗户者 马群不说 早晚也会被捅破 捅 大胆的捅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我们这些做伙计的千里迢迢来到包头这样蛮荒的地方 别做生意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 又有种种电规 不许带家眷 不能喝酒 不能听戏 您说我们这一年年忍过来 我们为什么呀 不就为了个例子吗 这个这个我知道 这个不用说 我是想问 你看为什么这个店里总是火鸡在死好 而那些个掌柜的 其实把父子号弄得都快破产还债了 但是没有一个真心想走的 这是为什么 东家 您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这做生意的规矩 您看 您是东家出银子 那占的是银骨 掌柜的呢 那是以身为骨 那占的是身骨 那掌柜的不愿意词号 理由有两个 第一 他的心情比我们这些做伙计的 要多十几倍 几十倍 那第二呢 到了分红的账期 他们能跟东家一起分红利 那我要掌柜的 我也不愿意走啊 那为什么就不能给伙计 按牢记也顶一份身骨 到张旗分红呢 东家我 我得说一句话 得罪您了 得罪 尽管得罪 我怎么觉得你不像东家 我觉得我也不像个东家 但我确实是个东家 那我就实话跟您说了 是这样 这分红利的时候啊 红利再多 那也是有数的 那您能给我们这些做伙计的 颈一份身骨 那我们当然愿意了 那可是那您和掌柜的分的红利 不就 不就薄了吗 您怎么连这一层都不明白呢 那你说 在生意里顶多少身骨 才能留下你 那 那东家要给我们这些当伙计的 顶离身骨 不可能 掌柜们不会同意的 那不是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你 这样一个伙计 觉得 应该顶多少身骨 才能留下 我觉得我吧 我能在生意里 我顶两厘身骨 就满意了 两厘身骨 东家 去年到账期的时候 一股分红 那是1200两 两厘身骨 那就是240两的东家 那比我四年的薪金 加起来还多160两呢 我要是有了这些银子 那我老家 一家老小吃饭就不愁了 我还能买房子置地 那如果有这么多银子赚 那您打死我 我也不走啊 首先我不会打死你 而且我也不会让你走 啊 我们不说这个 不说这个 先吃东西 先吃东西 对对对 好 下面我说 第二件大事 不管是一国一家 还是一店 要想兴旺 就得有人手 我想在咱们的店规里 再加上这么一条 以后凡是学徒四年出师 愿意留在店里当伙计的 一律 顶一厘的身骨 以后逐年的 按牢记 增加 怎么 有什么问题 说出来 东家 这一条 自打有进商以来 就没有了 如果要是伙计跟掌柜的 都一样 在生意里 顶一股深谷 那掌柜的 和伙计 还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 东家 我理解东家的心情 东家是看最近词号的人 有点多 想留住他们 这是东家对伙计们的恩情 东家 你要是看哪个伙计过得 实在是有点困难 你从柜头上格外开恩就是了 万万 开不得这个仙力 是啊 坐 坐 这样一来掌柜的跟伙计没什么区别了 对啊 这什么区别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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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的理由 无非是两条 一是 这样的事在咱们的进商里 没有这个先例 第二 你们担心给了伙计身骨 掌柜的和伙计平起平坐 怕以后不好相处 对不对 以我看来啊 这个先例 倒没有什么关系 天下的事 总得有人第一个去做 就看是为什么原因 为什么道理 咱们这么做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留住人手 人手是什么 人手是咱们做生意的根本 你只要能为咱们父子号留住人手 咱们为什么就不能开这个先例呢 比方说 父子号钱庄的那个 马巡 这个小伙计 据我所知 父子号钱庄这几年的生意 有八成都是他做的 他这样一个人 对咱们有功 咱们为什么 就不能给他一份身骨 把他留下来呢 至于第二条 咱们可以在电规里 清清楚楚的写明 就算是顶了身骨 掌柜的还是掌柜的 火机要绝对敬重 听从掌柜的 如果违背了这条 就等于说是违背了电规 掌柜的还是 可以把他赶出号 对 这样好 好了吗 如果大伙没什么意见 这条就这么定下了 咱们按年资 给伙计顶一份身骨 好吗 进来 东 东 东家 您把我赐号的信 还我 你又不想死了 不光我一个人 大家伙都不愿意走了 为什么 东家 我今年28岁了 出途十年 按新电规 我能提两厘的身骨呢 这样到了账期 那就是七百两银子的红利呢 那是谁还愿意走呢 东家 您让我留下吧 马逊保证以后 好好给您跑街 给富城公多赚银子 争取 早日把我的身骨提上去 一厘身骨 那就是一百多两银子呢 我也不瞒您 我现在 不仅是为您干 也是为我自家干 说话算数吗 算 好好干 谢谢东家 吃吧 东家 乔治优把他店里的规矩给改了 那也是他们店里自己的事情 现在啊 这消息都已经传到达盛昌去了 达盛昌里的伙家 心都动了 但凡是能干点事的伙家 都想赐号 去他们父子 去他们父子号啊 这哪里是给他店里订的店柜 这分明是 给山西的买卖 订的行柜 谁不顺着他来 就得垮台啊 你瞧瞧告诉他们 我也给他们店里的伙计 顶一份身骨 只是 谁也不能说出去 进商是生产流通领域的成功者 成功开创了近代金融业钱庄 钱庄使商业交易的成本大大降低 变得更为方便和安全 进商取得了富盛江浙的伟大成就 在这个贫瘠的黄土高原上 集中了中国50%以上的金融资产 后人对进商成功之道也多有研究 但是知者甚多 明者却无己 话剧丽秋 以及多数研究者 把进商的核心竞争力 归结为诚信 这是只观其表 为之其本 浙商 苏商 灰商 难道不诚信吗 可见诚信不是进商的核心竞争力 进商的核心竞争力是东家 掌柜和伙计之间的 深谷与银谷结合的制度 东家就是投资人 也投能力 有点像今天的大股东 董事长 他们拥有的是银骨 可继承转让 可分红 决定掌柜的聘用和解职 掌柜是投入能力的企业领导者 像今天的总经理 只有深谷 到了账期可以享有和银骨一样的分红权 但不可以继承转让 人一走 茶就凉 深谷分红的数额远远大于掌柜的年薪 伙计是买卖家的学徒 像今天的经理人 一般四年满师 满师后可拿年薪 其中优秀者可以持有一定深谷 有的被提升为掌柜 晋商坚持的深谷与银骨结合 深谷伟大的制度 深谷分红甚至超过了60% 这种制度留住了人才 加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保证了家族企业的有效传承 创造了晋商的伟大成就 在我们看到的视频中 有这样一段话 达圣昌 就是父子号乔志佑他们家的竞争对手的老板说 这哪是给他乔家父子号定的规矩 这分明是为山西的买卖人家定的规矩 谁不按他的规矩做 谁就要垮台 这句话说到今天其实也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深谷和银骨结合的晋商制度 尚未做到这一条 就是不按我做的你就垮台 但是先做的先得利是一定放在这的 会聪就是这样 因为这样的制度而得利的企业 但是这个制度正在迅速推广 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 如果不实行这样的制度 你就根本无法做到 我记得 02年还是01年 我和三九的赵新仙在中央电视台做过一次节目 他就说他要做他的三九网 他的三九网有各种优势 这个那个说了半天 我就说您一定做不成 一个国营企业不可能做出好的互联网公司 因为国营企业你不可能实行让员工创业股为大的制度 没有这样的制度就不会有好的互联网公司 结果被我说中了 今天三九网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在中国最干净的行业就是互联网行业 在这个行业里 第一 没有国营企业 有吗 没有 第二 在这个行业里 也没有老板一股独大的企业 在这个行业里 只要企业成功了 就一定是员工和老板共享企业的股份 去年 当当和骑虎上市 当当当和骑虎上市的时候 华尔街日报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报道 这两个公司不同时间上市 他们的报道中却出现了同样的主题 这个主题的含义就是 当当当和骑虎上市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到 在他们的公司里 有几百名员工 一夜之间身价超过百万美元 这就是互联网的造福机制 这就是互联网公司 推出的一种新的知识型的产权制度 就是知识为大 占大头 投资人占小头的制度 这个制度一定会被推广 让我们来看 晋商股权制度的科学性 在晋商的制度里 它有银骨 银骨可以继承 可以转让 因为它可以继承转让 所以拥有银骨的人 不仅关心企业今天能否挣钱 而且更关注企业的中长起立 这是银骨的重要作用 以当期分红和传承银骨为双重动力 去努力选择有能力的人 并留住他们 监控他们的运营情况 防止短期行为 我是东家 公司是我的 我找总经理的时候 我就得找能干的人 我不能瞎找人 传承银骨的长期利益 使东家们更重视诚信 买卖公平 使之成为长期收益的生意规则 建立了晋商的商业道德与文明 这是银骨 申骨的意义在于 它因为能力而设置 你有能力 你就占申骨 没能力 你就没了 所以 晋商聘请的经理人 就是掌柜的 代代经营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大家想 如果我请他掌柜的 我给他银骨会产生什么问题 我请你当掌柜的 我给了你20%的银骨 结果呢 你能干 你干完了 你不能干 你干完了 你能干 当你年岁大了 不干的时候 你把这银骨奔 给你儿子了 你儿子要是个笨蛋 那我可就完了 我就败家了 对不对呀 所以 我只给你申骨 你能干的时候 咱们什么都可以分 你去世了 我让你申骨再分 三个涨期 再分十年 都可以 但是我就不能让你儿子 拥有了申骨的永远的分红权 我要拿这个申骨的分红权 再去吸引优秀的掌柜来 在企业做领导人 不能转让和继承的规则 使晋商聘请的领导人 代代相似 多为精英 也使解聘雍者 拥有了法律依据和文化基础 申骨虽然不可传承 但晋商的申骨分红 分到六成以上 我们来做了一个买卖 一年挣了一百万 涨期算下来 挣了一百万两银子 申骨的人要拿到六成 就是要拿大部分 所以 虽然申骨的拥有者 他的股分不能继承转让 但是因为申骨拿了大头 这些人也知道 我是在为自己干 所以他们依然非常努力 事业后继有人 申骨就留住了更多的能人 还有 他的申骨一般是 掌柜和伙计的都拥有 当掌柜贪污的时候 他就等于 侵占了伙计的申骨利益 所以伙计就揭发他 在晋商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监控的机制 因此 申骨和银骨结合 申骨为大的制度 使晋商 劳资一体 共奔生活 长期效益和短期机制 都有了保证 相当一部分晋商 其实 他的股权拥有 已经相对广泛 那么通过申骨 解决了 他收益权的社会化问题 因为有申骨 他就可以聘请 一批精英的企业 掌柜的来为他服务 所以他也完成了管理权的社会化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 在晋商的企业中 有相当一部分企业 他的企业 已经是社会化的家族企业了 这就是晋商 股权制度的科学性 这种科学的股权制度 使晋商的经营 代代相传 使晋商本身 他的制度和文化 得到了并行的延续 下面有一段视频 他表现了 乔治佑在卖甲油的问题上 和伙计和掌柜们之间的矛盾 在这儿让我们通过 欣赏这段视频 来理解申骨和银骨相互补充的制度 请看视频 好 慢走 走了 走了 走 坐 坐下 喝乖 这是通顺变的油吗 这富四号通顺变的红麻油 一股的陈年免贪湖的味儿 可不是吗 我前几天买的跟你这是一样的 难闻得很 是啊 可不能上那去买凉油了 就是 还是富四号的老冬家好 那掌柜的 那做生意那是货真价实 他重益轻利 你只要买着一斤胡麻油 他非给你一斤一两不可 那个胡麻油香的呀 是一条街都能闻得着啊 那时候的富多老冬家购买卖成续出名 现在做了生意啊 哎呀 以后再也不去他的店买东西了 咱们赶紧给亲戚朋友说一下 这位也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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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掌柜在哪 在里边呢 谢谢啊 不用谢 你们干嘛 干嘛呢 干嘛呢 走走走 走走 干嘛呢 我们想买点胡麻油 想买点好的 我们这是最好的 怎么着 那我们能不能先闻闻 不闻怎么能知道好坏啊 可以 等着 什么味啊 你这里掺东西了吧 你这里 你这胡麻油里掺东西了 不好 掺东西怎么了 怎么了 在什么 就是一些败家子 你小子 说什么 你 这是一样的 都是好油 这个不能动 干嘛 客官 客官 打你小子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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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打人 还想打人 你烦了你了 你看 脱了我们又不给钱 他嘴里还不干不净 小子 我今天我非揍死你 那可揍谁呢 你 你 你干嘛的 干嘛的 乔治庸乔东西 听说过吗 乔治庸乔东西 他是乔治庸啊 我还是乔治广的 狗人 别打了 别打了 你们干什么呀 压到你们的狗眼了 是东西 下来了 东西 耳狗子 还不给东家赔礼啊 东家 你这通顺殿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伙计 他学过透明 你们都干什么吃的 你们都是 东家 东家您消消气 消消气 等我进来 好 等我进来 进来 走 东家 站好了 都齐了吗 都齐了 都齐了 这通顺殿的胡麻油里为什么会有一股子菜籽油的味道 为什么 为什么 嗯 好 那明天通通给我收拾行李滚蛋 通顺殿关正 这就让我们走啊 你们觉得是我砸了你们的饭碗是不是 不是 顾客就是咱们商家的衣食父母 这是你们自个儿砸了自个儿的饭碗知道吗 知道 好 我说 东家 去年咱们店里有一瓶棉子油没卖出去 我们几个坦涂小力 把它兑进了胡麻油里 这事是我 老张 老赵 老马 我们几个干的 跟其他人没关系 要打要罚 东家 您看着办吧 你是 二掌柜是吧 是 好 很好 那其他人没事了 明天你们这几个人 到柜上清账 回七县老家 东家 可东家 这油怎么办 全部分存 等我想出主意再说 东家 东家 东春店里出了这样的事 我是大掌柜 要负守则 东家 这个事 虽说不是我干的 可我是聪顺店的掌柜 我有失察之责 失察 你这叫奸商 你这叫失察 找人给我写告示 连夜贴便包头城 写告示 对 一定让全包头的人都知道 我们父子号不是这样的 要把客人的心锅拢回来 知道吗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你听东家的好了 东家 那告示怎么写 你就写 乔家 父子号的通顺店 卖的胡麻油 掺甲了 父子号的总号 决定把这批胡麻油 以美金一文的价钱 卖给人做灯油 再写 凡是到通顺店里 买过胡麻油的客人 都可以到店里来 全额的退银子 而且 通顺店 还会给他们卖 不掺甲的胡麻油 向他们赔罪 低价的 可是东家 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通顺店 那可就赔大发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 你还替东家想这个干嘛 找东家说的办 是 是 走 你也别睡了 赶紧给我盯着 明天一大早 我要让消息穿便包偷城 父子号名下的通顺店 卖的胡麻油 不掺甲 谁要是买了中村店掺甲的胡麻油 那可占了大便宜了 又能退钱 又能买到不掺甲的胡麻油 胡麻油一文钱一斤 胡麻油一文钱一斤便宜 便宜便宜啊 别看年轻 这时候了不起啊 有过例 以前哪 我都不敢跟父子号做生意了 看样子 老子号就是老子号 知错就改 这才就会做生意的 对不对 会做生意 这也就会做生意 我买了一斤酒 我占大便宜了 给我来半斤 我买了半斤甲 我买了 那我先说 那你更占大便宜了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 我们东家有话跟大伙说 这就是乔东家 听他说什么 各位 大叔大婶 大哥大嫂 知庸在这儿 给大伙赔布室了 乔知庸惊莹无方 才让我乔家父子号的通顺殿 出了这种丑事 我一定会把大伙的损失给补回来 不然 我不单单是对不起包头的父老乡亲 对不起我自个儿 我连乔家的列祖列宗都对不起 那几个往胡麻油里掺甲的亥群之马 我已经请他们出号了 今天我还要说 以后是有谁 再在我乔家父子号的客店里 发现了有货物有假 我就赔他十倍的银子绝不食言 还有 我祖父贵法公 在这立下的规矩 不会变 我们乔家可以亏银子 但是不会亏心意 也不会亏良心 好 好 谢谢 好 我说的怎么样 我们排好队 别急 那我去那边 孙先生 东姐可真厉害 就这么一件事 不光咱们父子号不敢参甲了 就是别的商号也不敢了 小子 你给我说说 这是为啥 这个简单 咱们父子号呢 诚信可靠 生意固然好 如果别的商号要是想生意好 就必须跟咱们父子号学 于是乎大家都不参甲了 都诚实可信了 这样 东家在包头商界诚信第一的电规 不就立起来了吗 下一个 东家 你怎么不说话 通知达盛昌各殿 以后一律不得掺杂石甲 再有殿大七客坑蒙拐骗之事 我绝不轻饶 这样不是学乔家父子号了吗 怎么不能学 他乔治庸走的是正道 正则通 通则大吧 在这里头 我们要仔细品评 深谷与营谷的互补关系 看到我们现在家族企业的制度问题 矛盾的本源是短期利益 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 我们看到 他做胡麻油 他掺杂 晋商分红 也是按照利润中心来分 你这个店 就按照你这个店的利润中心来分 你这个店 多挣了二十万 你就可以有十二万两银子的 百分之六十吗 二六一十二万两银子的分红 所以 内阁店参甲是经理人 为了他的短期利益的一种冲动行为 在我们今天的经营中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我们今天经营中出现这个问题 是谁在做这种事呢 是老板自己在做这种事 不管是地沟油 不管是这个那个 都是老板自己做 可是在晋商 当火机 掌柜 用这种短期行为来损害企业的长期发展的时候 东家是不允许的 乔治勇发火 是因为他的银骨要传承 很显然 这样深骨和银骨的分工制度 在有一批人追逐近期利益的时候 会有一个监控制度 让这种追求利益的行为不能越轨 职业经理人的问题 职业经理人要追逐短期利益 目前的华尔街 不管是高盛还是摩根斯坦尼 这些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 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只有深股 没有了银股 经理人就可以作假 就可以变坏 它是没有家族控制的家族企业 一万股 由一万个人每人拥有一股 这个公司谁都说了不算 那么谁实际上操控公司呢 就是职业经理人在操控公司 职业经理人在操控公司 他可不就卖假油吗 这次次贷危机就是一次职业经理人 集体追逐卖假油的行为 结果穿帮了带来了金融危机 所以华尔街的问题是 他只有深股 没有了银股 只有了追求近期利益的冲动 没有了维护长期利益的 这种合理的监控机制 而中国今天的家族企业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只有银股没有深股 我们因为只有银股没有深股 我们的经理人 对于利益的追逐的动力就不足 就逼着经理人 变懒变笨学坏 因为只有银股没有深股 就使家族企业普遍产生 帕金森效应 经理人 总是偷懒耍华 经理人总是不惊心 这就是 亚当斯密先生在几百年前提出的 对经理人 可否能够禁止的 这样的一种怀疑 但是只有银股 是不行的 只有银股 如果你做银股改的时候 只做银股改造 也会变成大国犯 大家想 这个公司现在是老板一股独大 老板说 行 咱们改吧 我拿出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选择了几个人 我把银股给你们几个人分了 给你们几个人一分 你们的银股就可以继承转让了 你们干多干少 都可以搭着公司这个车去分红了 所以简单的银股分红 也容易带来大国犯的问题 从这儿 我们就看到了 晋商制度的优越性 就是申股和银股结合 申股为大 银股不放弃对公司的管控权 但是银股把多数的受益分配权 放给了申股 这种制度的科学境是非常显而易见的